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叫做八字看外貌 在网络上有人就提说 人家不是说水多的人都很漂亮吗 为什么就只有我例外呢 跟各位讲 八字他本来就不会决定你长得怎么样 因为相同八字他都不同命了 他怎么可能会决定你长得怎么样 只是说他可能会有这一种的像 就是说以水来讲 水还有金 他会长得比较白一点 并不代表说他就一定是漂亮 那假如是火还有土 他就是比较黑一点 那木就是跟正常人一样 所以各位 其实你要用五行来判断说 这一个人长得怎么样 其实在八字里面他是没办法判断的 因为我们说过了 八字其实他的重点是在于 于判断运势 而不是去决定你会怎么样 所以八字他并不宿命 从这一个人的提问里面 这一个人他的一个观念就是八字会决定你会怎么样 但是 实际上八字 其实从头到尾他都不会决定你怎么样 他给你的就是一个机会或者是危机 所以面临到这个机会 我们要去掌握 看到这个危机 我们要躲开 所以你人生的一个好运坏运 这个时候要看的是 你掌握的是好运多一点 或者是坏运多一点 要是你掌握的好运多一点 你的命他就会是比较好的那一块 假如你掌握的都是坏运比较多 你的命当然就是往不好的那一个方向去运行 所以其实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的命还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并不是八字会带给你怎么样的情况 否则的话 相同八字大家都会差不多的情况 可是 现实生活中却是跟你讲说 同样的八字又如何 大家的各种情况都不一定会相同 所以他所讲的是 我们如何根据八字来做所谓的努力 还有避开危机 所以各位 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就是要让你知道 你的运势的好坏在哪里 根据这个运势的好坏 我们去做相对应的行为 而不要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 这样子一来的话 各位你就会知道 不对的时间做不对的事 当然只有不好的结果发生 所以各位 你的不好 你不要怪说你八字 而是八字只给你的这个危机 但是偏偏你又去做了 所以就产生了不好的行为 最重要的点还是在你身上 所以学八字就是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趋吉避凶 好运我努力 坏运我躲开 这样子 好运每次都加点分 坏运都不会扣分的情况下 人生加加减减起来 当然就往好的方向去 假如你都相反 好运你也拿不到 坏运一直踩 这样子 人生都在一直扣分 这样子加加减减起来 你当然你的人生过的就是一塌糊涂 所以各位要记得八字不绝对 他只给你运势 就看你自己如何掌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老师点个账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